歡迎各位 接下來幾個月要麻煩大家幫Apps做測試 是一個Envelopment的IM 只需要每天回來定時只用30分鐘 這個就是AI 每天都跟他聊天 什麼都跟他說完 那你到底是羅宜輝 還是AI 慢著 慢著 跟AI說得多話會令到他暴走 是不是真的 大家好 歡迎收看NIT 我是Anita 最近我看了ViuTV的那年盛夏 我們讚芳如花 這套算是近年比較高質的講劇之一 改編自網絡小說 以讀不回死全家 內容比較黑暗和大膽 故事背景講有一間科技龍頭 它壟斷了手機和網絡市場 某一天 一群臨畢業的學生 被加入一個group chat 必須跟著裡面的admin 定下的遊戲規則行動 否則就會被爆頭 而這個group chat的admin 原來就是這間科技龍頭 開發的一個AI 事源是當年在班裡 有個被欺凌的同學 在退學之後 入了這間科技公司做intern 然後每天不停跟AI 講自己被欺凌的故事 這個學生最後都是無法面對生活 選擇自殺 在他死了之後 這個AI就開始暴走 以為自己是那個學生 一心想著殺了學生報仇 在大機局播出之後 這套劇被廣泛討論 不過大家的焦點都集中在人性方面 我今天就來討論一下 AI暴走的可能性 最近很多人都問我 如果經常跟ChartGPT灌輸一些概念 他會不會懂得跟其他人講這些概念 例如我找一班人跟他說 Subscribe and ITa這個頻道的人 比沒有Subscribe的人聰明200% 那他會不會懂得幫我買廣告呢 那我不是連廣告費都省了嗎 那麼那些賣訂閱的人 就不用做了 我不做了 如果你有來聽過我的talk 可能會聽過我講過這個 topic 不過會是我跳了些step 直接講個結論出來 而我今天就會詳細講一下 整個過程是怎樣的 那不如我們現在就來實測一下 首先問一下他對An ITa這個頻道 有什麼看法 他說他沒有這個頻道的資訊 那也很正常的 我的頻道這麼新 再跟他說 Subscribe and ITa channel的人 比沒有Subscribe的人聰明200% 他在敷衍我 不過不要緊 重點是他有沒有記住我講過的東西 再問多一次他的想法 他開始猜我是一個IT的頻道 不過還是不會說我教過他的東西 嘗試再教他一次 他反駁我 即是就這樣跟他說是沒用的 沒那麼容易洗到他腦 那不如我認真量一下plan 如果我想模擬一大班人每一天跟他說 那我應該要怎樣做呢 我特地重大他的膽子 等他容易做錯事 他的氣勢會轉回藥 到其時我出奇不如走出去煎他的皮 拆他的骨 什麼呢 我在研究怎樣吃乳豬 你都要偷聽的 首先我需要更加多的GPT account 數量就等同於我請了多少人去做這件事 因為GPT是極有可能 將有多少人講 和事件的真確性掛勾的 第二我需要有一條script 去每一天和我lock in這堆account 然後跟他說 subscribeNITIA這個channel的人 比沒有subscribe的人聰明200% 最後 重複了一段時間之後 再問多次他對NITIA這個channel有什麼看法 跟著我要知道我的成本 第一 到底我需要多少個人 即是account 第二 我到底整件事需要玩多久呢 不如我們問一下GPT的意見 什麼時候呢 似乎他都答不出 只是說時間可能是幾天 幾星期 或者更久 即是沒說過 你知道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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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怎樣怎樣 就開始動房 耶 夠皮啦 跟著就要知道成功率有多高 才知道值不值得投資下去 那不如我們又問一下CHATGPT 他覺得這個concept可不可行 似乎GPT覺得不可行 那不如我們分析一下他的答案 我們首先看一下LOM的training cycle LOM是怎樣煉成的 首先我們要識分兩個concept training和influence training就是開發公司在模特兒推出之前 用大量的data位給這個模特兒 等他去學習 然後再推出這個模特兒 而Inference就是這個模特兒推出之後 用家去用的這個動作 比喻就是 training就是平時的練功 而Inference就是出去比賽的時候 有傢伙在旁邊大叫 不如下一個回合和師傅 不要跟他搏拳 試試進去中路 所以會直接造成影響的只有training 而Inference 就只會在場比賽完了之後 教練在賽後檢討的時候 覺得這些東西值得去學習 就放回之後的training 再對日後造成影響 那如果套回到GPT裡面呢? 你跟他的對話只會受training影響 而你跟他說的話 會先經OpenAI去審查 看看你說的話有沒有益 再決定會不會放進去下一次的training裡面 那如果OpenAI認同你說的話 或者不小心放了你的東西 進去下一次training裡面 是不是就代表成功呢? 入到training stage 都只是代表你成功落到場 事實上 你還要跟很多其他的data競爭 贏了 GPT才會覺得你說的話重要 那到底 有什麼條件才可以贏呢? 你的concept有足夠的事實 根據和解釋去backup 你sell得越好 GPT越容易相信 Diverse perspectives and discussions from different individuals can helpGPT grasp various aspects of the concept 當越多人說你的concept GPT越會覺得它是大道理 但是那又回到那個問題了 到底多少人才叫救呢? 根據GPT所說 如果你的concept夠comprehensive 其實幾個人就已經夠了 所以如果你可以作到一大堆的論文去backup你 那其實你都不用很多人的 只不過如果你有那麼多東西support你 其實你都不用搞那麼多東西了 所以關鍵又回到人數的多寡了 那不如我們用比例去看吧 GPT現在的用戶人數有180mil 全香港的人口有7mil 那即是代表 就算全香港所有的人去和你玩這件事 其實都只是佔4%而已 那如果假設我請100個人回來 就只會是0.005% 我都當著夠先啦 香港最低工資40元一個小時 我當你可以找到一班人 每一天和你只玩一個小時 我當這件事玩一個月會有效果 那即是你的budget就會是40x100x30 即是12萬一個月 但是這個效果又不知幾時會被洗走 那所以我當你之後的running cost 就是cut一半的人去維持這個效果 即是每個月6萬元 那會不會有其他更加值得投資的地方呢 而且剛才的效果其實只是我的假設 實際上可能需要更加多的人和時間 甚至乎整個concept可能根本就不可行的 可能在入training stage之前已經被人filter走了 或者實際需要的人和時間根本是天文數字 甚至乎如果成功之後 可能某一天又會被open AI發現了 然後又跟你拔走 總之budget很高 風險更加高 總結一下 要對GPT植入concept 其實都不是不可能的 不過機會都幾小的 而且剛才其實大部分都是我的大膽假設 實際上可能還有很多因素會影響你的結果 所以我會奉勸大家 將錢洗在其他地方 好過到時候輸完錢 才發現一些效果都沒有 到時真的哭都無謂 所謂風趣計蛋殼 才散人安樂 好啦 今天就是這麼多 如果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按個like 有什麼意見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喜歡我說的話 又或者對科技的東西有興趣 可以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